那接下來是極速的鏈散性 那我們要判斷這個極速 sumension 2 乘以3分之 exponential 的 n 減一次方 它是一個收斂的極速或者是一個發散的極速 那如果它是收斂的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等比極速 那我們要把它的核計算出來 那等比極速呢 我們又把它叫做幾何極速 那它是長得像這樣 ar 的 n 減一次方 然後n 從 1 到 5 重大 那這邊的r 我們就把它叫做公比 那如果公比小於1呢 那這個極速就是收斂的 如果公比的絕對值小於1 那這個幾何極速就是收斂的 那如果公比的絕對值是大於或等於1的話 那這個幾何極速就會發散 那如果幾何極速收斂的話呢 我們會有等比極速的公式 也就是說這個等比極速或叫做幾何極速呢 它的核就是1-公比分之首相 那首相就是恩用1 大概如果我們會得到a 那當然這道式會對的話 一定是在公比絕對值小於1的狀況之下 那現在呢 我們要看這個等比極速 那比較一下我們的a就會等於2 那我們的r呢就是1 3分之1 那因為呢 因為公比的絕對值 1 3分之1呢 我們先看後面 1 3分之1呢它是公比 公比的絕對值呢 它是小於1的 那所以說這個幾何極速是收斂的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剛剛講的等比極速的公式 就是1-公比分之首相 那上下同程以上我們就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這個極速的核呢 就是6除以3-1 那我們在這邊特別複習一下 1呢它是一個無理數 那它的值大概是2.78的吧 那它是小於3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寫 公比的絕對值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它是小於1的 1-2 1-2